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视的过程当中 身体的重心一定要调整好 不能说站得太死 但也不能说起伏过大 要保证我们上肢的稳定 双脚要时刻的进行调整 因为你在连续快视的过程当中 落点是不断的在进行变化的 你的脚只有不断的跑起来 用睡部垫部跑起来 你才能保证找到最佳的击球位置 那么我们在练习快视技术的时候 可以先从反手拨球进行过渡 用拨球的动作先把球击打上台 逐渐的加入手腕的内区 你可以有意识的让手腕内区多一点 让我们的拍头对着我们的腹部的前方 差不多引拍也是到我们的肚脐眼的上方的这个位置 不要往左引拍过多了 伸钱就行了 先用反手拨球 把球先打上台 对吧 用反手拨球的动作 然后逐渐的加入手腕 手腕加入旋转 提高摩擦 然后逐渐的动作 那么这太湿的动作就出来了 手腕段都不够大一点 到处呢 到处呢 到身体的重心一起调整 所以不要把反手快湿技术想得太难 它无分是手腕 转动的幅度大一些 加入了一点摩擦而已 板面的调整也是要注意 根据来球调整 不要压得太死了 有的人快湿的时候完全是压死人了 每个球都下网了 所以在击球的瞬间 板面还是在七十度左右 你可以在控球的阶段 我们讲过前臂的内旋和外旋 前臂外旋的时候 控制拍面下压 保证球的弧线 有不太了解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的 反手快拉技术 讲过这个手臂 是怎么来调整我们手腕的 再来补充讲一下 直拍横打的反手快湿 其实和横拍是一样的 只是握拍不同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板面的调整 直拍容易导致什么呢 侧面击球 所以你撕的时候 球容易从侧面出界 所以手腕要进行调整 向内 进行内收调整一下 让我们的板面对着前方 撕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一样的 前臂弹的手腕 向前发力 我们的后面的手指 一定要把球拍顶住 顶起来 你可以辅助的 用上你的无名指 来辅助进行顶拍 不用完全叠起来 可以稍微的直一点 后面的手指 稍微直一点 顶起来 拇指加力 拇指加力 拇指扣住 那拇指在我们发力的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也是要辅助进行发力的 拇指也要辅助进行发力 大拇指把拍面押住 使得拍面能够立起来多一点 不然的话 板面往前倒的过多 也是容易下往 就注意这个握拍的问题 好 我们来示范一下 注意这个动作啊 要领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是在于这个前臂当中 手腕的发力 手腕能放松的向前进行摩擦 再强调一下握拍 直拍很打的握拍呢 可以稍微握浅那么一点点 不要太握身了 它握身了以后呢 你的板面也是很难调整 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